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너무 비싸요 这个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用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单词有哪些呢 这个也得了 进入了 进入了 进入我的心里面去了 什么意思呢 我非常的趁心满意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过什么呢 这个是它的缩写的形式 那么它和它是一样的啊 那么 마음에 들的 那么第二个 太啊 너무 比如说我们在搞价的时候 太贵了 너무 비싸요 便一点吧 便一点吧 싸게 해주세요 싸게 해주세요 깎아주세요 可以这么说 那么下面呢 新 제품 新是新的意思 제품是产品啊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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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可以怎么说呢 히터 상품 히터是热门的 상품呢 是产品 히터 상품 也是可以这么说的 那么单词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文法 那么怎么说呢 마음에 들기는 하지만 너무 비싸요 那么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出现的 词的 마음에 들的 中意 기는 하지만 虽然很中意 但是呢太贵了 那么 기는 하代表 虽说 虽然啊 什么是什么 但是漂亮是漂亮 但是啊 贵是贵 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句 김치를 먹기는 하지만 좋아하지 않아요 那么 김치를 먹다 吃泡菜 那么吃是吃啊 吃是吃 泡菜吃是吃 可是呢 我并不喜欢 좋아하지 않아요 那么前和后面呢 是一个什么呢 转折关系的啊 那么下面呢 오늘 바보기는 해 그래도 늘 만날 시간은 있어 那么呢 오늘 바보기는 하지만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哈 지만呢 去掉 直接变成了一个句子啊 虽然说 今天是忙 忙是忙啊 오늘 바보기는 해 그래도 那么也 那么 그래도 什么那么也 那么也呢 늘 늘是什么呢 늘 만날 시간은 있어 有见你的时间 那么 늘 만나다 만나다 后面为什么加这个을呢 表示呢 有去见你的时间 那么还没见 对吧 我要去见 所以呢 만날 시간은 있어 那么 也可以用于动词 或者形容词的 这个反复的时候 反复的时候使用 比如说呢 날씨가 춥기는 해 춥기는 좋아요 天气呢 冷 还是真的冷呀 表示一个肯定的意思 那么 这里呢 它并不表示转折 它只是陈述了这个事实 对吧 날씨가 날씨는 춥기는 해 那么这个时候说 天气冷 还是挺冷的 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날씨가 춥기는 추워요 춥기는 추워요 它可以表示呢 反复啊 那么天气呢 冷是冷 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 嗯 这个衣服好 还是挺好的 衣服是 춥기는 좋아요 춥기는 좋아요 好还是好的 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用这个 来完成对话 那么第一个呢 철수 시의 성격이 那么 철수啊 철수啊 철수这个人的性格呢 好是好 可是 怎么样 可是他的学习不好 可以这么说吧 那么呢 철수 시의 성격이 좋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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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좋기는 하지만 좋기는 하지만 좋기는 하지만 怎么样呢 学习不好 공부 못해요 공부 못해요 那么第二个呢 이 가방이 어때요 这个包怎么样呢 가방 是包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包呢 嗯 好是好 就是太贵了 对吧 那么呢 怎么说呢 좋다 좋기는 좋지만 太贵了 怎么说呢 너무 비싸요 表示前后转折关系的 那么第三个呢 어제 시험이 어려웠어요 어려웠어요 难吗 昨天的考试很难吗 那么我们说 难是难 难是难 可是 我考得很好 可以这么说吧 对吧 那么说呢 어렵기는 我写在这里 어렵 어렵기는 하지만 어렵기는 하지만 잘 봤어요 我们说考得好 잘 봤어요 那么 为什么用这个 pass어요 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考试怎么说呢 시험을 부다 시험을 치다 시험을 잘 봤어요 시험을 잘 쳤어요 都可以 那么 这个就是用于 转折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 这个 绘画当中 经常说的 기능하다 那么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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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